接着来 刚才那些是大概是网络上的一些东西 下面的就是关于web方面的 这个是web方面的一些知识 大概是有这么几个比较好用的 这是web 那么web这一块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whatweb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 就是whatweb 它是说是下一代的web scanner 它自己现在是下一代的web scanner 它可以扫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cms或者有1000个关于1000个什么 就是相当于插件 它可以扫描一些比如ID web SQL一些错误 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whatweb 然后tasko点看就可以了 这样我还是开一个图形界面 我还是开一个 这样可以多窗口 这样的话可以多窗口了 我来敲一下 198.168.1.250 它的密码是什么 它有可能是空密码 初始的我给它加一个密码好 它这样的话我给它加一个密码 我给它加个密码 ROOT的密码 ROOT的密码 三点四个玩意 那么这个再来一个别的 这个是whatweb 这个whatweb还不在这 就是说你这样挑还挑不出来 应该是在哪儿 我看一下 cd10pass 然后是emulation vib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whatweb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使用方法它这个参数也非常简单 但是它参数里边有好多 它参数里边有好多 比如说用代理 代user是什么 然后是不是跟随同定向 然后-user agent是什么 你可以自己定义user agent 然后这个模式 是消息息 还是被动 还是主动 还是重量 什么的 默认它应该能扫出好多东西 比如说我还是一样 whatweb-v fisco.com fisco.com 我们来看一下 它能扫出什么东西了 扫出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比较好使的 比如说Apaq的版本 当然它这个我们可以在http里边改 在那个map server里边可以改 就是我可以改它的这个标识 所以说如果改标识的话 它就可能就使得不准了 比如说这个cookie 然后这个地址在哪 就是这个服务器地址在哪 然后hp server是Apaq的 然后这个ip地址 然后title是 这个title是什么词课什么的 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给你扫出来的 这些东西呢 它都可以扫出来的 还是比较好使的 这个是whatweb 基本上能扫出一些 一些东西 包括有的时候能可以扫出一些 包括php压是什么的 它都能给你扫出来 比如说我再扫一个谷歌的 我看一下谷歌的 怎么能扫出来 我再看一下谷歌的 这个已经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看一下15个test 没什么有用的 看到一个东西 163.com 我们这是那个一个反垃圾邮件的东西在这儿啊 然后使用的可能是postfix这个东西啊 可能使用的它啊 不一定准 但是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啊 smtt scanner 扫出了一些东西啊 sisco的话 有XSSS的保护啊 然后大概的东西都差不多 大概的东西 IP地址 美国的 在美国的 然后http server是那个什么的 这是这个东西 然后IP地址 谷歌 然后一些 一些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whatweb whatweb 好 我们接着来 这个是whatweb 这个工具呢 基本上就是说是 就是说呢 他要来扫描你这个有没有web 他这个工具呢 就是说有没有一个web 来帮你来帮你看 如果说你这个目标站前面有web的话呢 他会他有的时候是可以检测到的 如果说是没有web的话呢 他有的时候都是告诉你他这个没有web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也是在这里边吧 他不在这 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当然在图形化界面 大家就自己找一下 就应该能找到 在图形化界面里边 我就不在图形化界面里边找了 在这个我看看这个在哪 噴在web里边 在噴在噴在那个web里边 好在这就是这么一个命令 然后比如说3W的点百度点汤 他就会检测啊 百度前面有没有web 有的时候有问题啊 有的时候会有问题啊 检测出来 检测出来他这个东西 他检测不出来 我看一下啊 他有的时候 我看一下什么检测啊 我不加HTTP 我加一个HTTP是什么 有可能是这样的 检测不出来 OK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没有了 他就是应该是 然后他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啊 有没有 我们再来扫一个别的啊 我们再来扫一个谁呢 看什么 之前坐廊 之前有谁 如果有web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 他有前面有一个web在挡着 你看在这 就是说是没有web了啊 他这是没有web的 如果是有web的话呢 他就告诉你 前面有一个那个网络防火墙 那个应用防火墙 他就会告诉你 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web 在这挡着的 这个呢 就是wafit啊 就是探测一下 这个主机前面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 应用程序防火墙 这个没啥问题的话 我可以继续啊 好了 讲一个 比较高级的东西啊 比较高级的东西 SQRM 我相信 我相信 如果说是有一些安全经验的人啊 有一些安全经验的人 对这个SQRMAP 应该是 就是比较熟了啊 这个东西 可以说是进行对数据库来说 是一个很高一个东西 他这个呢 看他的介绍 就是支持 支持 MySQL Oracle PostgreSQL S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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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好多数据库啊 很多数据库 支持六种不同的格式 包括 逻辑型的 波尔类型的那个忙住 然后 Timebase 类型的忙住 时间类型的忙住 然后错误 错误类型的 然后这个 优业查询 联合查询啊 等等一些啊 查询 等等这些好多功能啊 然后可以 他可以dump database table啊 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库 整个就dump下来啊 都是可以的啊 关于他的这个功能呢 好多好多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支持什么 因为那个用户的权限的提升啊 他也支持啊 用户权限提升 我们这里边呢 来举几个例子啊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这是一个 这个就在虚拟机里边玩了 这个我们在虚拟机里边玩 我们来看一下 SQL map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他这个东西就是在 Pentest的下 Database下 然后呢 SQL map 我这里边呢 有一个 我在这里边 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 Pentest这个东西啊 看一下 我给他先 先让网卡 做一个几点 我把这个机器起来 它能弄起来啊 能弄起来 它是一个 类似于测试外部 测试外部安全的一个工具啊 这里边外部安全这一块呢 我就先简单的 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是这么一个东西 先等他好吧 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他配个F地址 我看这行不行啊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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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还不让配什么 一般那是建议这个东西啊 做Net或直连什么的啊 已经上去了 已经上去了 OK 通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至于原理 SQL什么注入的原理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大家就看一下效果就行了 一点一点一点 150 这个是做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做一个 那个web test的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具啊 这里边支持什么 比如说是文件包含了 然后那个 code的那个code的那个注入了 什么文件上传漏洞了 然后ldev攻击了 然后SQL攻击了 XSS什么的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就行了 剩下的我也不来做了 最简单的 name等于root 是最简单的 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这有一个变量 然后呢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嘛 所以说猜应该能猜到 这个name肯定是一个存在注入了啊 我们首先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用SQL map SQL map 然后-u 然后呢 把这个加进去 少了点py啊 还得直接这么执行 点py 然后-u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开始进行一个扫描了 然后呢 它就会告诉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让它扫一会儿 已经发现了 这个name呢 它有漏洞 然后是是否要继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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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了 它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 布尔类型的啊 就这类似于这种这种类型的那个注入啊 然后呢 它的那个 dbms是满SQL的 5.5.0.11的啊 嗯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的 比如说我再看一下 比如个dbms 我们先看一下sqrmap的一个帮助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帮助 sqrmap这个东西要说的话也会说很多啊 这里边呢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毕竟这个东西也会费一定的时间啊 嗯 我们来讲几个啊 呃 比如说是 呃 我们来讲一下 比如说currentdb currentdb这个东西 看一下它现在的db是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是 database呢 是exize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比如说是 嗯 我们把它的数据库 都给列出来 然后呢 就是刚刚tables 刚刚tables看看 把它的表列出来 然后我们来列它的表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表已经出来了 这就是相当于它的数据库里边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表格 有一些什么样的表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 更狠一点吧 我们直接就dump out 我们就把这个数据 给它做一个是什么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它 晃晃晃 所有都下下来 这样的话 就开始了 就是著名的什么什么操作了啊 大家都明白的 嗯 这个停止了啊 我停止了 它这种操作呢 大家不要再 最好不要再实际中演啊 这当然我这个是测试环境 大家可以随便的进行这种 动作的操作啊 嗯 这样的话就是当炮啊 讲几个高级功能啊 讲几个高级功能 讲两个高级功能啊 因为时间关系 这个东西我不得 我不会讲的太多了啊 嗯 讲两个高级功能 第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 大家有这样的例子 有的时候 我必须得先登录之后 我才能发现注入点 有这种问题 对吧 嗯 就是相当于否则的话 它就给你相当于重新定义了一个啊 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在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杠U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个 第九个那个 第九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杠U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个例子 这个order这个啊 order这个没什么问题 我们 我们应该是ID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是基于时间进行忙住啊 就是说 根据你不同的反应时间 然后能发现一些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会很慢 我大概猜出几个就可以了啊 嗯 我们接着说我们的 就是说呢 有的 有的情况下 我们比如说 我们需要进行注册啊 或者登录 登录完了之后呢 我们 我们才可以呢 进行那个 比如说进行那个circle map的那个 进行那个注入 我们才能发现注入点 否则的话 你如果没登录的话 它就会给你重新进行到一个302的一个网站上 然后让你重新重新注册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几种办法呢 可以来做这个事呢 首先呢 就是说有两种啊 我这里就先不演示了啊 我简单说一下 呃 pantast sql map 呃 pantast database sql map 然后呢 sql map pant 然后杠 h 这里边呢 它有一个参数 叫做杠杠cookies 杠杠cookies 就是说呢 你可以先把你的自己的cookie 登录之后的cookie给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呢 你使用比如说杠u 杠u 比如说是 呃 http 我简单选择一下 3w.123点看我 然后呢 杠杠cookie cookie 等于比如说 这个东西 等于你的你的什么 等于你的东西的话 你的你的cookie 你把这段cookie带上去 它也可以 就有可能就是 可以把这个302的东西给绕过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那种post的形状 post的形状呢 它有一个参数 叫做杠r选项 这个是要结合 待会的一个操作来进行做操作的啊 就是杠r的一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杠r的一个选项啊 呃 我可能是要杠杠 杠杠杠 杠h是吧 才能看到 这个是有更多更详细的帮助 呃 我看一下啊 杠r选项 就说你要把你的那个request的post的包 你要把你的post的包呢 先抓下来 杠r选项 啊在这 呃 request fail 你需要先把你的那个 杠r那个request 那个包 post那个包呢 保存成一个文件 然后呢 使用circlemap-r这个参数 然后那个文件名 比如说叫past的点 past的点txt 你这么一回车之后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post的包 然后进行一个注入 这个是也是绕过302的一个 重新项的一个办法 这是两种办法 我们先来再看一下 order这个一个注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 dm dm 这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dbs吧应该是 对应该是dbs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是在哪里 在哪里 dbs 这样的话 他是会进行一个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时间类型的 时间类型的 他会需要一个很长时间 就是说他会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来测试 比如说他有这个字母 这个表里边有这个字母了 他回显的那个时间 跟他表里没有那个字母 那个字母回显的时间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他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测试 来判断这个表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字段 当然这个时间是非常长的 我再来看一下 当然还有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他刚才我说了 他可以进行全线的提升 如果说你是一台 sql server的机器 sql server的机器 你可以执行sql shell 你可以执行sql shell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说是 进行进行那个sql shell的一个操作 sql shell就可以进行提权 如果是微软的sql 而且是sa的权限的话 你就基本上 这台机器就已经沦陷了 就是说可以使用sql shell 这个东西进行提权 包括什么杠D DV什么的 这里边就简单就不说了 current user什么的 就是说呢 这里边呢 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个sql map 还是比较好使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OK 等他吧 稍微等他一会儿 他已经调整到 延时调令到一秒 然后就做了 我们可以先等他一会儿 我们进行下一个例子演示 sql shell map 可以让他先等一下 好了 这边基本上信息收集 就讲到这儿 信息收集 这个例子 基本上就是完事 这ç光是 rail 走吧 你说 Music första 说 回 económica 要经常 抢 收集 ·